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这么慢呢 你怎么 走 快走 快走 我哪走啊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啊 这儿啊 特别完了 借我 不行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换啥啊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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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 我说 我说啥意思 就是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儿危险 你知道这个 这个啊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哪 啊 完了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蹦右踢的 打鬼 不是人 不是人 还上吹下跳的 到我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组织你不能在那儿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快走 哎呀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的 听他 打的 人打呼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厅都能听着 哎呀没事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我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不是 咱好好说 哎哎 宝洁你替我说 哎 不要太想我 不是想你的问题我 哎 宝洁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你是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真的是我憋乱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万一又碰了 我敢骂呀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啊 啊 我装扮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哎 小脸啊 你来了 哎呦 我的姐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 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啊 哎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也变声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朴风筝呢 啊 那什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真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 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家东西 我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小脸啊 小脸啊 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秘密啊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哦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上边去 我求你了 真的假的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啊 秘密家啊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啊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 搬家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相信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你想想 我们三个人属于什么关系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 你却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胆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你这这这这 打扰你去 行行行行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就是 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的是会不会 再都不会了 开的是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字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 快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帮我办电视 哎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 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 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啥啥呀 你愿意呀 愿意 秘密啊 这么回事 小脸啊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啊 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进去 搬挺快啊 接着搬 看给你累了 我给你下楼买肯德基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 等我等我 你别拿东西了 完了 我的妈呀 小千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巴巴 小亮啊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快递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我的妈 肯德基全家桶 好点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 哦 那个 宝杰呀 快走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那屋 你是猴子家吗 默默地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子家 小脸啊 这缘分来的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啊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正 我怎么就是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嘛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就是平时聪明 灵力活泼 在我心里面 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啊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说你叫打呼喽呢 谁呀 她吗 打呼喽是她 她打呼喽就打呼喽 明明打呼喽那不叫打呼喽 她叫小相憨 你三变是吧小脸 过来我打不打呼喽你怎么知道 我想像的我实在变不得去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洁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去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她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 没啥问题啊 余小脸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 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余小脸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多些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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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真的啊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这样哈 我正好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小脸 来吧 哎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呢 这玩意讲得挺尴尬的 你说小脸 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保洁 来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正好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走 哎 雨昌俩 再见了啊 他俩好了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小脸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我都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职 哎 哎 哎 真好之后 给咱俩的你 给我留一块啊 你真不赢了 不行了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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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